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我在本現場 今天是一集集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鋒德 台灣這些年發生過幾起大型災害 其中有一件由於帶給當地民眾相當深的恐懼 那我也被聽眾們敲碗過好多次 說想要聽這個案子 那就是發生在2014年的高雄起爆 相信大家如果聽到這四個字 腦中就會自動輔出一些新聞畫面 那這一集案發呢 我們除了帶大家要回到這個氣爆的現場之外 還原當時案發的過程 更要來仔細探究整起氣爆發生的原因 答案遠比你我所想像中的還要再複雜許多 那麼先來介紹本集來賓 分別是高雄起爆被害者自救會的會長 陳冠榮醫師 陳醫師你好 好 風德哥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冠榮陳醫師 是 以及另外一位呢 跟我們遠端錄音到 這個ETTV新聞語音地方中心的主任 吳藝靖 藝靖哥你好 風德哥好 還有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要講述高雄氣爆的話呢 我們得先將時間推回到2014年7月31號 當天晚上 高雄市的街頭已經發生了一些異狀 或者我們該稱為前兆 那麼準備好的話就跟著我們的聲音進到安放現場吧 2014年7月31號晚上8點多 民眾報案呢在高雄市前鎮區的凱旋二路 二勝一路的路口水溝有在冒一些白煙 此外還有聞到一些很奇怪的味道 一直到9點多的時候 瑞榮路呢也就是前面那個不遠處 竟然發生了爆炸起火 消防隊呢也到場來灑水降溫喔 當時附近的消防分隊也紛紛接獲派遣前往 就連消防局的主密也到場來了解一些狀況喔 當時初步判斷是瓦斯外泄 易經哥像這種消防人員啊 經常需要稻草去處理一些 類似這樣瓦斯外泄的狀況是嗎 在還沒有發生氣爆之前 沒有人會想像過會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除非就是說他們在現場發現到 真的是瓦斯異味才會灑水降溫這樣子 所以當時消防隊員也到了現場喔 那一直到接近零點的時候呢 突然高雄市區一陣天搖地凍 剛才有人在路上跑了嗎 沒有在路上跑啦 路上跑更危險 所以在路上跑更危險啊 不要下去啊 你好嗎 怎麼樣 撞到喔 欸 沒有前面 喔爆炸爆炸 旁邊旁邊 先走 先走 我要死 聽到 當時的整高雄市區喔 都在劇烈的搖晃 而且呢 遠遠的看上去 像是 戰爭一樣喔 整個夜色喔 都染上了一個火紅色的一個色彩 當時第一時間 易經哥又有察覺到一些不對勁嗎 或者是這個搖動 瘋了你剛才播那一段音檔的時候 就勾起我那天晚上的回憶 那個晚上真的很難熬 我在高雄跑新聞 當電視台記者 大概十幾多年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 我只能說實 它真的是像是一個災難一樣 我記得我那天早上上完的白板 然後下班之後到派出所做 那其實派出所其實陸陸續續 它就有接到一些電話這樣子 那其實你也不以為意啊 因為誰會想到 地面就真的會炸開來 不知道沒有人會知道這件事情的 所以那天我大概快接近十二點回到家 然後突然間 蹦的那一聲 整個天躍地動 整個爆炸最主要的地方 是在前陣這個位置 我們家在古山 你還可以聽得到那個爆炸的聲響 你就知道那個距離大概是有多遠 我們在說 你可能在新一區爆炸的話 你可能在新電 或者是在林口那個地方 你會聽得到那個爆炸的聲響 你就知道那個距離跟聲音的傳遞 就這麼這麼的遠 而且真的非常清晰 所以你會覺得不對勁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你就會開始打電話 問到底是什麼狀況 然後消防隊你也打不進去 那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第一時間就職業的本 就是不對勁嘛 那衣服穿了 我記得我好像是不是穿短褲吧 還是穿長褲 因為你褲子也來不及換了 然後衣服一穿 你就直接衝了 那衝要去哪裡 我會失戀人在東森 東森那時候是在前鎮區的 中山路跟明泉路交叉口 那其實我根本就還沒有到達那個地方 我直接在一星跟光華路口的時候 我看到的時候我就傻眼 怎麼會這樣 我看到地面裂出了一個大洞 你知道嗎 然後地面的火光一直在熊熊的冒 那個真的是 但是你如果有看過那個煉油場的那個塔有沒有 煉油塔 那個火不是一直都在冒嗎 你只要把那個塔想像成是地面上面的一個大洞 你就知道那個火到底有多大 你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然後第一時間你就只能打電話給公司 然後呢請公司的SNG車抵達現場 SNG大概在大夜班的時候只剩下一輛而已 所以他第一時間就我們開始就呼叫 其他同事回來支援這整件事情這樣子 那公司給我的指示就是說 好那你就先不要動 你就留在一星跟光華路口 在那邊準備要做連線這樣子 做連線之前我們就會觀看周邊的地形 我一看糟了 整個一個單向車道全部露出了一個大洞 大洞到底有多深你不知道 因為電力全面的中段 你唯一的亮光就是那個火光 你走過去你也不能太高過去看 因為那個就一直在熊熊的冒 而且讓人家非常緊急的是什麼 在一星跟光華路口的對面 剛好是一個婦產科醫院 裡面有多少的孕婦產婦嬰兒 沒有人知道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 那時候怎麼辦 第一時間你要是通報人家來救援 可是問題是 雙方隊全部都在救災 因為在當時候的情況是 第一時間你發生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辦法知道事情會這麼嚴重 直到我有另外一個同事 他被奉派到了凱旋跟二神路 也就是氣爆的一個 最主要現場的源頭的時候 他把那邊的訊息Pass回來 我們在群組上面看到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狀況到底有多嚴重 真的很嚴重 而且 對不起 我 我跑了那麼久的社會新聞 我會跑的事情 當你在你的手機裡面 跳出死亡名單是你朋友的時候 你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樣 當天晚上你一邊連線 你只能一邊哭 那個哭可是就像現在 你因為你在工作 所以你不能表達你自己太多的情緒 可是一個一個跳出來的名單 都是你在消防隊泡茶的時候 面對面跟你泡茶的人的時候 你那種感受真的很難形容 你心裡面想都希望他們都能夠平平安 可是沒有機會 比如說我們上場用的時候 奧卡奧卡還有搶救回來的機會 那他是全部就是燒灼傷 被炸飛 他就死亡了 他連救都沒有辦法救 可是我必須要強忍這樣的一個情緒 然後我記得我在SNG車上面連線的時候 不停的連啊大斷連 整個晚上只有兩個現場 一個是我的現場 光滑跟一星路 然後另外一個現場就是凱旋 跟二深路空 然後我就開始連線現場 把現場狀況整個慘狀傳遞出去 慢慢的訊息feedback回來之後 你在手機群組裡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畫面 我記得那時候剛好我們的駕駛同仁 就是我們採訪車的駕駛 剛好行径在五星路那個路段 那個整個炸飛的那瞬間的畫面 剛好被他行車記錄器拍了下來 整個蹦之後我們才會發現 哇整個畫面怎麼會是 慘烈成這個狀況 然後你那天就是在那個現場上面 就是拼命的連線拼命連線 然後你的手機裡面 一直出現一些更新的訊息 時尚名單不停的往上增加 你真的很難想像 你跑過那麼多的社會新聞 你真的覺得第一次 在你的家鄉怎麼會發生 這樣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你包括像地震 好啦我們也跑過很多的地震 花蓮大地震 帶給我的震撼 可能都沒有比這次八一氣爆 來的那麼的嚴重 因為你永遠 我常有人在問我說 那天當晚你看到的情況是什麼 我說如果你看過電影 在形容地獄的時候 那你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場景 就像地獄之火 從地心裡面竄出 所有的四周完全沒有燈光 唯一照亮你的就是那一團火光 那到底是惡魔的火 還是點燃現場的一個亮光 我不沒有辦法去形容那樣的一個感覺 當時整個高雄市的夜空 被染成紅色的 瞬間的爆炸火焰 有人形容已經衝上了15樓高 路面碗爐像被炸彈炸過一樣 炸得支禮破碎 甚至有民眾以為是戰爭爆發了 可能是飛彈打來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當時沒有人知曉 隨著爆炸聲響 不斷在心裡面擴張的恐懼 也吞噬了理智 甚至還有民眾想要奪門而出逃跑 但是底下到底會不會再次發生爆炸 沒有人敢保證 那後來在你們聯想的時候 你們發現爆炸只有這一次而已嗎 還是它陸陸續續還有傳出其來的爆炸聲響 其實最主要的爆炸 大概就是快接近12點的 那個是最主要的 陸陸續續有沒有爆炸零星 其實在當時候 大家也沒有辦法注意到那麼清楚 因為它就是在零星的小區域 所以那個狀況其實 不是我們能夠很清楚的明白到 有沒有在發生零星的爆炸 大概在三年還是四點 我被移到凱旋跟二勝路口 那一幕你看到了之後 你就會更難想像就是 怎麼會這樣 居然還能夠比光華跟一星還要長 光華一星是一個大馬路上面 被炸出了一個大洞 當你到了凱旋路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那叫什麼叫做路 為什麼 因為每天你都會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那個路面根本就不是個路面 那是一個大壕溝 整座到面單向雙向的 那個全部都是一個大洞 而且就是有火光零星的串出 然後你看到旁邊的住宅 不是毀損就是蒙上了一層灰這樣 就像炸彈過後 我真的形容我真的覺得不為過 真的不為過 我記得我那時候被移防到那一點的時候 我看到了我朋友在那個地方住手 你知道我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我上去然後我擁抱了他 我跟他在耳邊說了一句話 看到你真好 你很難想像 你真的真的非常難想像 你所居住的城市 你成長的地方 居然會被這樣今天一轟 然後突然間變成了一個廢墟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想像 而且那時候在三多跟五清入口 一個大飯店 你知道那個老闆真的很好心 一般飯店都不喜歡有死亡案件 可是那個大飯店的老闆 把棋樓借給了消防員 你知道就是那些遺體 就擺在飯店的棋樓 就借放他們棋樓 太多了可能也不知道要先往哪擺 最近的可能就是那個飯店了 對而且他們有很多人自己也 當天晚上除了受傷之外 然後死亡案 還有人突然失聯的 當天發生的時候 其實林雅分局 他有派了很多的員警 去支援三多路派出所 所以那天其實傷晚 不只是在三多路派出所而已 其實包括明泉啊 成功啊 凱旋啊 他們都送派支援 所以其實派出所不只是員警 連實習生也有人受傷 都有死傷就對了 對 當時整個氣爆的事故呢 波及範圍總共達6公里 那其中有4.4公里的市區道路被摧毀 影響的總範圍呢 達3平方公里 其實當時陸續有一些警銷 也是有一些殉職的狀況 那當時其中一位 林雅分隊的小隊長黃果洞 也就是這樣殉職 那林雅分隊呢 其實是在案發地點附近呢 最靠近的一個分隊 當時呢 林雅分隊的小隊長喔 就在第一線來灑水防護喔 卻不幸殉職 他也知道看他可能就要死 但是他仍然就願意守在那邊 當時市府是怎麼說的 易景哥 第一時間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爆炸 那當然就問市府啊 那市府就說釐清嘛 因為他們自己也在搞清楚狀況 到底是什麼東西 記者也沒辦法去求證任何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是在地底下的東西 它不像是說我們一般社會案件 我們還可以去掉監視器 畫面什麼什麼 我們可以自己去追 可是那地底下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說那時候高雄市政府 就會給我們答案就是 可能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後來才會說 可能是李長榮 我們第一次才想李長榮畫工 李長榮畫工是什麼 我們還上網還去Google說 什麼是李長榮畫工 可是在當時他們也沒辦法承認說 到底是他們的 他們就說 原來他們在輸送的時候 他們有做一些coding的紀錄 就是A點到B點 你從A點輸出的字多少公斤 到B點的時候收多少公斤 他們一查才知道 從A點輸送到B點的時候 有氣體減少的一個情況 你底下買管線沒有問題 可是重點 它被賣了多久 我們都知道 水管它一定會嗅蝕 一定是會破損的時候 那你其他管線不也是一樣嗎 它怎麼維修 也沒有人知道 它多少時間去維修 也不知道 所以是不是人為的損壞所造成的 還是天然是損壞 他們有沒有定期檢查 就變成是在當時候 我們在採訪是 大家分好幾個面向 然後有人在救災的現場 有人去追源頭追大案 然後每天就跟著那時候 陳局市長跑 然後就去問說 到底是什麼狀況 然後怎麼去確定 然後我記得不知道第一天 第二天出來的時候李長榮 那時候才有人跑去李長榮 然後這個李長榮去討論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你是 案發當晚接近要爆炸前 有派人到現場來做這個氣體檢測 當時檢測出來的這個氣體 是C類的氣體 所以後來確定外洩的氣體 就是屬於丙烯 並不是大家一開始以為的瓦斯 以為是瓦斯氣泡 並不是 是丙烯 那丙烯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一種無色的液體 它在液體狀態下不會爆炸 只會燃燒而已 但是它跟酒精一樣很容易 就揮發了 揮發到空氣之中 只要在空氣中的濃度達到2% 這個時候加上一點火星 就會有可能來引起氣爆 當時在現場檢測到的丙烯濃度 已經超過人體忍受範圍的200倍了 高達13520ppm 這樣的一個濃度 其實隨便一點點火星就會爆 像跟小隊長講的一樣 消防隊員到現場的時候 他們也不知道到底外泄的是什麼 他們只想到說 先用灑水的方式可能來降溫 但可能這樣的灑水 反而再加注了氣體的弥脈 因為後來發現說 灑水是不正確的方式 因為丙烯是偏向一種油的東西 它跟水是不相容的 所以灑水是完全沒有用的 而且丙烯它比水還要輕 它會浮在水上面 所以水交到哪邊呢 丙烯的氣體就會飄到哪邊 效果會更加糟糕 後來查出說丙烯 就是透過地下的管道來運送 到底怎麼會外泄呢 後來就查出來說 可能是跟李長榮化工有關係 當時估算大概有10公噸的丙烯外泄 因為高雄市後來就有調查 去查過了一些資料 發現在事故前的3個小時 就開始有在傳送 大概有132分鐘的持續來輸送丙烯 總共有10公噸的外泄 在現場其實有查到除了李長榮化工之外 還有中油的管線 中石化的管線 以及新高瓦斯的這些管線 所以第一時間不能夠確定 到底是哪個管線 因為可能洩漏或者是繡食的關係 導致會外泄 不過榮化李長榮化工的發言人 第一時間就對外表示說 榮化擁有4吋管線的所有權 這個4吋管線 當時在現場看到 它好像是有爆炸的一些痕跡 但是這個4吋管線的輸送 是由另外一家公司叫做華運 華運倉儲 管線維護又是由另外一個公司 是由中油來負責保養的 李長榮化工的董事長 在記者會中就說 氣爆的原因以及責任的歸屬 如果確定是我們的話 我們絕不逃避 當時詳細原因還需要調查 不過救援卻不能夠中斷 包含民間單位 國軍弟兄 以及各縣市的消防局的救援隊 也陸陸續續去抵達了現場來進行救災 我們剛剛都在講這個現場的狀況 人在北部 我們今天另外一位來賓陳醫師 也接受到了一個噩耗 那天的狀況是怎麼樣嗎 陳醫師 那時候其實我剛好是在準備專科醫師考試 所以我們主任給我放一個架 反正那個時候我早就上床睡覺了 我就是要調整作息 大概到凌晨可能4-5點的時候 我才有稍微小醒過來一下 那醒過來一下都會稍微看一下手機 然後就發現手機上有 有我媽傳訊過來說 高雄發生爆炸 那我爸心中不明 已經一個晚上都沒回家了 我看到訊息的當下 我就馬上打回給我媽 那我媽接起來就是聲音一直在哭 然後什麼沒講出什麼有意義的話 所以其實完全搞不懂高雄發生什麼事情 我那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 趕快換好衣服 那趕快回家 衝第一班高鐵回家 甚至都還沒有請假 我請假是在高鐵上才請假的 然後在高鐵上的時候 我才透過那時候的 不管是PTT 還是說即時新聞 還是其他的媒體 去拼湊出整個事情的樣貌 但是老實說 那時候得到的資訊都太少了 那唯一知道的是 大概就是凶多吉少 然後回到高雄 大概就是高鐵站 那原本是要坐捷運回家 但總之到了高鐵站 那坐捷運到半路的時候 我姑姑突然打電話來跟我說 叫我離開捷運站 說要趕快去接我 因為在一大發現一具無名詩 可能是我爸這樣 爸爸好像一個特殊身份是不是 爸爸是那時候的主董里里長 應該是說實際的里長是我媽 實際上在執行里內事務的時候 是我爸在處理 那天的狀況就是因為說 從頭到尾一直沒有找到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爸等於是從頭到尾都一直 直接在第一線去盯著現場狀況 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氣體外洩了 但是有聞到味道 不知道來源從哪邊的外洩出來的 到底在哪邊 也因為一直沒有解決 那所以我爸就一直站在最前面 那所以當事情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爸自然就來不及去做任何的套利這樣 所以當時姑姑打電話跟你說 在殯儀館可能有一句無名詩是爸爸的時候 你跟姑姑也趕到了現場 看到的是什麼狀況 大致上而已我爸的臉是還算完整 但是臉以外的部位就沒有了 因為我自己是習慣看現場看實體 所以我沒有讓我媽看 只有跟我媽講說應該就是爸爸了 對他當然後續就開始處理了 許多後面的遺失或什麼 後來因為記者也有採訪你 陸陸續續也有了一些曝光度 怎麼會後來成為的一個自救會會長 中間是有一個在的過程 當下其實因為我本身 包括我爸爸不管在當地 還是在當下新聞報導上 都是有一些曝光度的 所以身為我爸爸家人 那自然因此有點沾光這樣 因為頻繁的曝光之下 我開始就想說 其實之前遇到重大災難的時候 往往接下來你可以預期到 最開始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拼命在救災 但是那個時間一過情緒一過 大家可能開始難過的心情 就會轉變成憤怒 我們在臨床上非常常看到 家屬來的第一時間往往是難過 但接下來就是開始 那個難過會轉化成自責 接著轉化成對別人的憤怒 以在臨床上的話 可能有的時候那個憤怒 甚至是對著醫護人員來的 為什麼沒有救好我爸爸這樣 對啊就是人好好的進來 怎麼會就是變成這樣子之類的 那因為臨床上遇過太多次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幾乎可以預期接下來 往往就是不管是幫助救災的人 還是實際上就是受傷嚴重的人 或者罹難者家屬 接下來往往難過情緒過去 很有可能會變成彼此的指責 然而在這麼大的事件 充斥著太多憤怒的情緒的話 我認為對後續的處理其實 幫助是很小的 那既然當下有稍微的 有一點曝光度跟知名度 那是不是有機會去逆轉 或者稍微改變這個幾乎可以預期的走向 所以其實抱著這種心情 那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來組一個自救會 然後我還當會長來做做看 是不是能讓這件事情變得不太一樣 了解 那後來你成為了自救會會長之後 你有想說要來召開祭救會 那開不開好像有一個不一樣的聲音 是不是? 其實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以前包括不管在媒體上給我的印象 或者說以前看新聞 都會覺得自救會好像是一個很高調的一個組織 好像出來就是抗議就是瘋路 當然就是你如果去追究背後 往往都有很多很不得已的原因 包括說可能就是整個體制 整個政府或者整個組織或者工廠或者業者 沒有要理他們 但是我有時候往往會想說 在做這些事之前是不是有更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基本上我做自救會 我希望它是一個比較低調 能在體制內或者組織內或者會議桌上 好好把事情完成的一個自救會 當然我做會長就是會期望路往我這個方向走 所以比較像是我想先去說服大家看看 說我這個自救會也許不是你們想像中 可以幫你們罵人的自救會 可以幫你們宣洩全序自救會 那拜託你們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去努力看看這樣 那在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方向之前 我覺得一個記者會好像不太適合 因為我們內部還沒有共識 你當時算是剛出社會不久嘛 那還在訓練的期間 然後就你自己形容你自己是 有點算是個真摯白痴 對我而言我一直認為 一個如果只存活在醫院裡面的醫師 他的社會經驗其實是相對稀少的 所以對我而言當下 許多事情其實我都還在摸索 那雖然我從小 父母都擔任里長 可是其實我對政治其實非常的沒有接觸 那沒有接觸到包括議員包括立委 我甚至得去詢問說議員跟立委哪個大這樣 就是我對政治已經陌生到這個地步 更不用說哪一個議員哪一個立委 是真正可以依靠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時候我出門一趟 回家手上可能拿了一百多張名片 但這一百多張名片對我而言 這些名字不代表任何意義 我不知道這些人之前做過什麼事 之前講過什麼話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樣的人 不知道他們的形式作風 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拼命的Google 我看這些名義代表這些政治人物 之前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跟他們溝通 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跟他們對話 或者我甚至不該把時間花費在這些人身上 這些我全部都不知道 我還得花時間再去跑家屬 去跟每一個家屬溝通 去看他們的需求 去看他們的想像 去看他們有什麼期望 那我還得弄清楚說 剩下這麼一點有限的時間 我要把它壓住在誰身上 所以這對我而言完全是一個賭注 不管是賭注也好 不管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也好 它其實就是一個真的蠻困難的事情 當時你們的副會長王忠誠 他好像也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角色是嗎 王大哥他其實協助我非常非常多事情 就像我說的 我自己能做就是把所有的情緒吸收 但再怎麼吸收 都不可能吸收完畢 對因為你畢竟有面對那麼巨大 你可以想光罹難者的家庭 加起來可能就是幾百人之鋪 那如果要加上重傷者的話 那基本上你說數字破千 可能都不意外 那這麼多人的情緒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訴求 那你就像一個 有點像是氣爆現場 那就是一個高濃度的高壓的狀況 只要一個火花可能就直接爆炸了 好不容易努力到了快完成的時候 如果突然出現一個火花 讓一切爆炸那不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但是其實當下已經有非常多的事情 在最後階段了 但是因為縱觀整個台灣的歷史 我們算是史上第一個這麼做的團體 或者說這麼做的當事者 那我們都十分害怕這個消息要是出去 那尤其是對一個上市公司 或者說對一個在當時任何風吹草動 都可能造成非常大的政治風波的那個當下 你任何消息出去 都可能造成一個返效果狀況之下 我們只能一切都密而不談 一直等到大概事情確定完成 就算再大的風波 他一樣都會如期的進行的前一個禮拜 我才跟家屬講 但是在那之前家屬的情緒 早就爆炸到不行了 所以其實在那之後 對師傅又主動找我溝通說 他們覺得光我一個人 我一個人要做黑臉又要做白臉 那個真的撐不住 在當下後來師傅就問我需不需要一點幫忙 後來也的確找了王大哥進來 是 也好險有副會長的加入 才讓自救會能更順利運行 後來經過統計 這起高雄細胞共造成32人死亡 以及321人受到輕重傷 罹難者當中包含了5名警校 以及2名異校 並造成22名的警異校有輕重傷的狀況 後續經過檢方調查之後 確認外露的4吋丙細管線 就是李長榮公司所有 當天晚上是由華運倉儲 輸送丙細給融化的 整起氣爆事故 又跟高雄市府脫離不了干系 所以等於是三方都有責任 陳醫師 當時自救會的最主要任務 就是要確保每一位受災戶 以及罹難者家屬 都能夠拿到該有的賠償嗎 不過賠償的方式好像不只有一種 當時總共有哪幾種選項 我們自救會應該就這樣說 就是我對自救會的想法或定義 就是說我們要創造出盡量多的選項 因為其實接觸久你就會知道 其實大家在乎的 有一部分當然是錢多或錢少 但有的時候 有些人在乎的是誰給我這筆錢 你是否給我這筆錢 跟融化給我這筆錢 或華運給我這筆錢 代表的意義不太一樣 有時候有的人不care錢多或錢少 有的人只care 我就是要你出這筆錢 所以對我而言就是 選項的盡量多樣性是必要的 所以其實最基本的包括說 所有人都有的選項 那就是兩種 一個就是前面主任提到的代位球場 另外一個就是 當然就是國配的選項 對是保險公司代替我去 跟對方求場就對了 對對 所以他概念其實有點像這樣 那當然大家會 argue說 是否是一個可能性的當事者 那你是不是該離這件事遠一點 或者說你是否既然要認為自己有這個責任 那你是否該用自己的預算出錢 而不是用善款出這筆錢 但事實上這些方向我們都努力過 但是就是沒有得到正面的回答 所以到後來不得已就是 我覺得對被害者最好的方法一定是 這筆錢要盡快的出來 不管這筆錢來自哪裡 那我手上能掌握的最快速的管道就是善款 所以以速度為導向的傾向之下 那後來當然就是由善款出這筆錢 那當然也想說理論上 這個代會球場主題 出來負責的人 就是出來做這個代會球場的人 就像一般保險一樣 應該是一個無關的第三者 不要是當事者會比較好 只是無關的第三者要是誰 我們善款委員會 能不能當一個無關的第三者 曾經也提出過這種想法 對但是不行 因為善款委員會不是一個自然人 或者法人的角色 所以他在法律上沒有那個權利去當一個第三者 所以第三者是找不到的 我們真的也很努力的想要找一個合適的第三者 但是找不到 最後面只能由高雄市府來當 對因為高市府理論上有那個公權力 理論上 但是無論如何 假設你不信任代會球場的話 你其實還有一個國賠的路線可以走 善款或者職業會長該做到的就是 讓你走國賠路線的時候 你一樣得到足夠的資源 所以不管國賠的律師費 還是一些其他有的沒有錢 理論上善款都要付錢 對那這些其實我們也有付 但是除了這兩者之外 有沒有更多更好的 我們在提這兩者前提是什麼 這兩者的基本的計算方式 都是依照法律慣例 那所謂的法律慣例就是加上折救 假設你一個家人 你一個家人70歲 那他們也沒有什麼名氣 也沒有什麼社會地位 也沒有什麼就是一個一般人這樣 那法律可能判真的進法庭 我們打到最後就是給你三四百萬 所以針對重傷者跟疑難者家屬 其實我們額外有多努力出一個方案 就是跟華韵跟融化跟市政府 三方同時談和解 那和解的基本精神就是你請我願 你願意出這筆錢 啊我也願意付 好但問題就在來了 就像我前面說的融化如果在法庭上 跟我們打到最後一個人就是三四百萬 多一點四百萬少一點兩三百這樣 那他在最前面就跟我們和解 他一個人要付1200萬 而且財務上經濟上還有折線的問題 就說隨著通膨錢會越來越變小 所以他五年後付300萬或者十年後付300萬 跟現在付1200萬那個差距 不只是1200萬跟300萬差距 那個差距會拉更大因為通膨的關係 錢會越來越薄 那所以站在對股東負責的立場 一個對股東負責的 對自己公司財報財務負責的董事長 或者經理人 他其實正確的選擇是把他打到最後 他付的錢又比較少 他又不用現在這負責品 根本不用說到時候可能根本就不用付 所以他根本就不用有這些財務支出 所以我們在處理整件事情中 我們必須去說服他們怎麼去執行這件事情 從財務面考量 從道德面考量 從公司的名聲考量 公司的名聲是無形資產 那無形資產對他的幫助 到底有沒有大於這些錢 其實在當下這些東西沒有人可以計算出來的 既然沒有人計算出來 那就代表說有很大的灰色地帶 甚至是黑色地帶 必須這樣白一點就是你公司的負責人要幫我扛 我希望你這樣做 我知道這樣做對你不利 那我們能不能所有人一起努力讓大家知道 這樣也是可以一個處理事情的方法 讓後面所有台灣企業知道說你願意跳進來處理 其實對你的公司長遠來看是有幫助的 但是要對公司有幫助 自然我這邊也得給他們足夠的信任感 我不會說你幫助了我們 結果我背後又開始就去罵你 所以當然我們這中間花了很多的時間 給彼此信任感 讓彼此知道說我們都可以站在對方的角色 去幫對方設身處地的想 我覺得到後來我們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台灣人真的是很善良的 和解的架構其實最困難的就是 融化華運市政府三方 他們彼此要先得到一個共識 其中一個人先跳出來出錢沒錯 但是另外兩方不管後面怎麼樣我都認 就是不管後面責任怎麼判 我不會說那時候1200萬是你自己談的我不認 那時候你給重商者被害者這麼多錢 你談太多錢我不認 罹難者是1200萬 當然重商者更多錢 但是不管談多少錢 等於A出來談的你B C一起認 A B C這三方你們是命運共同體了 你可以想要一個公司的執行長或負責人 怎麼可能輕易答應這種條件 所以中間我們當然花了非常非常多努力 但無論如何融化非常非常擔心 在股東會上的時候他們會被炮轟 因為等於是股東的錢就這樣 對股東會認為你浪費這些錢 你根本就不需要付這些錢的 結果當他們在股東會上宣布說他們要做和解了 他們要第一個跳出來 他們給了這些錢以後 突然發現他們得到的是掌聲 大家都跟他們說你們早該這麼做了 我們等你們這麼做等很久了 他們就覺得原來台灣人這麼善良 我們即便好像是虧到股東的錢 但股東反而覺得這本來就是我們企業該做的事情 對所以其實整件事情我真的覺得說 即便到現在我都還是相信人性本善 只是說太多具有發言權 具有煤光燈的人會去扭曲整件事情 片面的論斷整件事情 但是無論如何 當你實際上在整個事情中 你去好好做事的話 去好好溝通 去好好跟彼此對話的話 你能得到的幫助 其實不會像你想像中 好像每個人都只為自己著想 不會的其實像這個事件 我覺得我們就很清楚的看到 不管是市府不管是融化不管是華運 其實大家是一起下來去幫忙圓滿整件事情的 大家都願意來負責 好那到底為什麼四吋的屏吸管會洩漏 到底中間牽扯了哪些環節 其實這部分要說起來脈絡很大 那這也是到底為什麼會引發這一次的高雄氣爆的原因 那陳醫師算是少數清楚所有環節的人之一 因為你也參與到了整個訴訟的過程 那聽眾們簡單解釋一下 這個四吋的屏吸管線到底為什麼會洩漏嗎 如果真的要談要從很大很大很遠很遠的規劃就開始談了 甚至要談國土規劃 基本上國土規劃原本就是高雄是一個重工業的城市 那當然近幾年來高雄就試圖轉型 不管試圖轉型的結果怎麼樣 重工業城市本身就有很多公安的問題要考量 那你當然不只高雄包括現在的雲林嘉義 台塑在那邊 台塑相對應出來的污染 跟台塑相對應出來的公安危機 是不是有足夠的經費或預算去處理這方面 但問題在於說 當整個城市已經發展到一定地步 整個社會才開始有這樣的認知的時候 那個成本就已經太大 可能大到不要說地方政府 即便中央政府的層級可能都無法隱隱 那怎麼辦 比較好的處理就是打掉重鏈 但問題是打掉重鏈的情況下 因為就會牽扯到千村千層的一個環節 那千村千層的一個環節 在現在又不是那麼容易處理 所以在更久遠當國土規劃 以及大家民眾的認知都跟不上整個重工業城市的一個預設的時候 理論上後面的法律就要跟上 或者說當有類似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就要預設到類似的事情可能會一再的發生 好 但是問題在於說管線的相關法律 這個是由經濟部主責的 其實大概二三十年沒有修了 在事件發生前其實二三十年都沒有修 所以整個管線相關的規範 你如果去看的話會發現它其實是相對過時的 這個管線到底誰管的 其實在當下就中央的地方就有一陣的爭吵了 當你實際去看法律層面 你會發現法律層面還真的沒有講清楚 對那法律層面沒有講清楚 那責任在誰不知道 當然在我們而言 他就是一個沒有講清楚的事情 那你去追責任在誰其實都沒有意思了 事後補破王就是市府當然就說 這個我就負責管了 我就立了一個新的管理辦法 但無論如何在事件發生之前是沒有人管的 所以這個管路的安全程度要做到什麼程度 要做到什麼樣子 要有多少的監視什麼的狀況 那上游廠商跟下游廠商各樣有什麼設備 是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就變成是依照廠商自己的規劃 那廠商自己規劃有沒有完整 好你事後來看其實也沒有完整 我們先講一條這個管線原本是由誰建的好了 這條李長榮化工的這個四寸的品吸管 到底原本一開始是怎麼來的 唯一具備建管線能力的據說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業界中人 我也是就是去打聽來的 據說就是中油了 所以就是中油建了以後移交給融化 這件事情在當時也造成了一些紛爭 就是融化認為說管線實用權是移交給我沒錯 但是我不具備後續保養的能力 理論上中油你也該有保養的能力 食物上也只有你有辦法保養 所以這些都該你負責 當你沒有真的下來維修保養的時候 不管你有做說沒有還是你實際上有做 你都該負責 但是就法律層面或者說就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融化你有這個管線你沒有維修保養 好像這個也該是你的責任 所以我認為這中間都有太多太多的 一個模糊地帶了 都沒有說清楚 從不同角度來看 就會覺得責任在不同人身上 對但無論如何對我而言就是 簡單的說就是這件事情 所有參與這個事件中的 所有的不管是業者還是政府還是個人 如果當時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有任何人多想了一步 多激迫一點也許事情會不一樣 這個管線是在1991年底的時候 終於有新建的 後來李長榮化工在2006年的時候 接手了這個管線 那在李長榮化工接手之前 好像還有做了一個湘海 這個湘海工程 什麼可以替大家解釋一下嗎 在湘海工程完工之前 前鎮區就是我們住的區域 或者是說七包當時的區域 它是一個相對 在高雄相對低洼的地段 那時候每逢下雨天 其實基本上我們那個地區就淹水 那為了要去做好排水 它相對就要做一個很大的湘海 所以它有點像是很大很大的排水溝 那也的確 包括我媽都跟我提過說 在湘海完工以後 就之後就真的不會淹了 但當然就是不會淹 也沒有人去預料到說 湘海裡面包覆了 不該包覆在裡面的管路 是因為這個管線被湘海包覆之後 會有水氣就會去侵蝕這個管壁 是嗎 那食物上是不該包含在裡面的 但包覆在裡面 它能不能抗就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說 如果沒有湘海存在 光只是這個管線的洩漏 不會氣爆 為什麼 你可以把它想像 像炮竹或是水鴛鴦 鞭炮之所以會爆炸 它必須有一個東西去把它 把火要包覆在裡面 是有個壓力在就對了 把它包覆在裡面 它承認它裡面的壓力變高 變高到後來整個外殼撐不住 它還會爆炸 所以假設沒有這個湘海存在 油管泄漏以後 這些氣體只會亂竄 它只會變成像墾丁那個叫什麼 出火 它就會變成說 從地上冒火出來而已 它不會爆炸 因為壓力是低的 了解 大家聽完之後可能對於 到底為什麼會氣爆 有一個初步概念 不過我自己有一個疑問 這個當時融化跟火 是因為秉溪是從華運這邊 要運送到融化嗎 那經過這管線 那難道當時在運送的時候 雙方沒有發現有外線嗎 他們沒有任何的儀器 或者是能夠檢測 或者是看得到壓力值 覺得可能輸送過去的數值不太對嗎 然後可以及時將它給關閉 這就牽扯到 雙方的測量的儀器不一致 華運那邊有氣體量的測量 它知道我出去有多少氣體量 融化那邊只有壓力 所以融化那邊能看到只有說 我壓力有掉 氣體沒有進來 但是就工程師的角度 壓力掉很正常 這麼大條管路 就是一些機器 一些狀況都會造成壓力掉 所以他們能接受到的只有壓力掉 但當時這個壓力掉 算是在合理範圍內 對 好 解放之後再案發四個月 依照失火罪 準失火罪 業務過失致死 以及業務過失傷害 還有業務過失重傷害這些罪嫌 起訴當年承辦相涵的市府公務局三名人員 以及李融化化工董事長大設廠的廠長 以及李融化當晚值班的四個人 還有華運倉儲的三名員工總計12個人 一審最後認為12個人通通都有罪 刑期從4年到4年10個月之間 不過二審後來就翻轉了 二審認為融化的董事長跟廠長 雖然他們有監督義務 但是其實在這樣一個大的公司裡面 都有屬於這種分層的負責制度 那管線主要是由廠長來負責維護的 加上法官認為這件氣暴 沒有預見可能性 什麼是預見可能性呢 也就是說就算這個廠長再怎麼小心 都沒辦法預見或者是避免結果發生 所以後來法院認為這個廠長 以及融化董事長也都沒有罪責 至於其他員工呢 檢察官他們沒有辦法去證明說 其他員工他們有違反公司的標準作業流程 而且法官認為就算當時他們第一時間 就察覺到問題了並且馬上就停止訴訟 那也向上級來通報確認 也沒有辦法去阻止氣暴發生 所以最後面呢 法官認為他們這些員工跟氣暴也沒有因果關係 所以他們也都無罪 至於真正有罪的呢 就是負責20年前 下學道設計的市府公務局的三名人員 他們呢 在當時沒有檢查出湘海有包覆四村管線 他們說他們當時只是在上面負責監工 沒有下去看啦 但是法官認為這個就是爆炸的主因 最後面依照過失致死罪呢 判其中兩個人3年6個月 另外一個人呢 兩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 全案就在20年後就確定了 可能聽眾我們沒有辦法想像啊 這樣一起造成32個人死亡 321個人受傷的高雄氣暴案 竟然只有三個人負責 而且刑責那麼輕 但是其中一個關鍵呢 就出在這個被害者家屬的身上 當時被害者家屬甚至還有出庭 當時是什麼狀況呢 陳醫師 我記得那時候二審的中審之前 大概有十幾二十幾位的 罹難者家屬跟重傷者 其實是出庭向法官 為所有的所有的喔 所有的被告 不管是市府 不管是融化不管是華運求情 認為說災害既然已經這樣了 我們這些人已經受到 這麼大的傷害了 那其實我們也大概知道說 整個的脈絡是怎麼一回事 對整個的脈絡其實牽扯真的太廣了 不要讓這麼廣的一個脈絡 到最後變成好像只有少數幾個下面的 螺絲釘在負擔 尤其這個螺絲釘 你如果從不同政黨角度看 還搞不好還不一樣人 我們覺得這樣真的不太好 你讓這些人承擔 其實就是讓更多的家庭也破碎 對有些人會認為這個想法很相怨 但是講實在話 我一直覺得整個社會 必須要用更寬廣更遠的角度去看事情 才能避免後續的更多事情發生 總之大概也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 在事件中牽扯到的當事者 法官就認為說也許 不用讓他們扛那麼大的責任這樣 是 也就是因為被害者家屬有去求情 加上都已經有和解了 最後面才是三個人負責 而且他們興起也是相對而言比較低的 氣暴至今 到我們錄音的時候已經八年了 不管是高雄台北台中 任何一個台灣的縣市 這些弟弟到底有沒有變得比較安全呢 那就陳醫師您的觀點來看 前面包括講的事情就是有一個解法 理論上那時候也有很多人提出 就是說這些管線 那其實是要有一個共同的線路 但是在這個共同線路裡面 其實是要有很多的偵測儀器去 做即時的監測回報的 理想很豐厚 現實很骨幹 對 就是沒錢 這樣的一個共同管路 全台灣沒有任何縣市 有足夠的經費去執行 尤其你想想看全台灣這麼多管線 假設真的每一個安全性 都要做到這樣的話 那是多少的監測儀器 多少的長度 多少的錢 所以最終就是一樣 就是我們知道解法 但現實有太多事情 去限制我們的最佳解 是 目前的這些改變 可能逐步有在進步 那我相信 發生在2014年的高雄氣堡 有喚醒大家的一個警覺 這些石化管線 如果沒有被相關部門 給徹底列管維護的話 高雄氣堡恐怕會像過往發生過的板橋氣堡一樣 幾年後就成為了被遺忘的記憶 直到再次發生悲劇之後 它才會猛然想起 原來恐懼一直都在 那麼這一集的我在發現場呢 我們就談到這邊 也感謝陳醫師以及益金哥的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好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來到X個人臉書 以及Youtuber來搜尋訂閱 我在案發現場